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到一些很复古的一个感觉 对 我超级超级爱 当时那些就是轮滑的那些表演者上来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那种很复古那种 disco的那种灯啊音乐一上来那个感觉 就纽约的八十年代那种感觉就来了 沉醉了 完全沉醉了 对 那我发现今天一身look 因为前面我们也在看到一个红毯的现场的一个直播嘛 然后其实今天这身look有没有一些什么穿搭小技巧啊 或者是整体的有到一些搭配的一些小心思在里面吗 对 其实今天的这一套 它其实它这身就是有点甜下的感觉 对 因为有像这个牛仔套装 然后里面又是一件这种运动风的这样子一个内搭 整个搭起来 然后再加上我的这个腕表就点缀 这个就是那种画龙点睛的这种作用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西林今天已经佩戴了 我前面一直在说的 他们前面一直在说 啊 西林带的哪一款四号链接哦 那其实呢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因为直播间前面也有女生一直在cue 她说有时候我平时日常出去 有可能她想拍一些照片哦 她不知道怎样去秀自己的手表 那其实呢我们直播间小伙伴等了半个多小时那么久 对不对 那接下来给各位柯里们某一个小福利 那请我们的西林能不能摆一个平时 就是摆一到两个平时 你喜欢的比较喜欢的秀手表的一个pose 大家可以截屏几下哦 拿起你的手机来 对 其实就是一般你要是享受你的腕表 就不想显得又那么刻意的话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那种亲近如果你剩个刘海 就是那种撩刘海的那种感觉 小就不经意的 诶 对就 我的腕表 然后有时候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pose 就是这种有点 因为我可能比较喜欢露左脸嘛 然后就是这样子 哦 那喜欢露右脸的直播间的小伙伴 就记得反过来 对 把手表倒到右手上 对 所以好会对不对 大家拿出今天就小本本记得一定要拿出来 把这些细节都给记下来哦 诶 那其实今天红毯上有没有 就因为我们 唉 也在这里没有办法清理现场 有没有什么一些小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红毯上呢 对对对 红毯上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都有不同的摄像老师 然后一直在喊我 这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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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左边 左边 左边完了 中间 中间 右边 右边 就很忙啊 就从这里 三百六十度 然后有时候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老师一直在喊我左边 这里 这里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摄像老师 然后我看了半天 感觉也没看到他的样子 哦 就人群里 哦 摄像老师 下次摄像老师知道了 就是再现场 挥个手 对 要或者穿着挑一点 哎呦 我是橘黄色的摄像老师 对对对 好 那其实我们相信我们的颗粒宝宝们 已经在平台上看到一些一线的 一些美美的照片了 那其实我们稍后也非常期待到 西林有到更多的一个现场美照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 哎 那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 其实一直在问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说到计划 那其实最近刚发行了我的新的EP 阿莫西林 然后也是很开心可以让大家听到 里面有我的原创的作品 对 所以接下来肯定就是 在这张EP的宣传上面 然后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啊 然后再加上我们团体的二传 也是在慢慢的 让大家能听到更多的好听的歌 我自己在家也在刷Miro这首歌 真的吗 对对对 就这首歌就 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 总归在生活中 会有一个瓶颈的一个时候 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歌词 因为我发现词曲都是你自己做的 然后歌词就是很 让人有治愈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妹妹最近也在高考 然后整一个她说姐这首歌真的好有 让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的一个感觉 哇 那真的是很感谢 好 那有一些小伙伴听哭了对吗 那现在今天不要哭嘛 今天大家开心一点 先把眼泪擦一擦 那听起来非常有趣 那其实我们的直播间的小伙伴 是都订好闹钟来的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小奖励哦 其实西林会在直播间为大家 送出我们的第一波的一个福利 那我们的克里宝宝们 还有想和西林互动的小伙伴 赶紧在屏幕下方的留言互动区刷起来吧 那我们的口令就是coach万表 coach万表 大家四千万不要打错哦 赶紧的屏幕刷起来 那我们的西林将为大家发送到一个福利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一下 我们会抽出两位幸运观众 为大家送出我们西林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看到了没有 好 那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赶紧地刷起来 那有请西林为我们倒数拔三个数 好不好 好 那么三二一 接屏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两位幸运儿呢 好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 不会爬墙的黄金矿工 好 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位是我们的 橄榄绿LCY 括号TB190939996 这两位小伙伴 来 这两位小伙伴 于明天九点过后白天去联系到我们的后台客服就可以了 还有到明天中午这两位中奖的小伙伴 会在十二点在我们的coach1表的这个公式上 会为大家公布的 那你们将获得到西林亲笔鲜明的明信片 再给没中奖的小伙伴看一眼 大家可以截屏结一下哦 就没中奖的小伙伴就截屏结一下嘛 作为频报也是不错的 把它打印出来 对 截屏啊 然后恭喜这两位小伙伴哦 那其实前面聊到了很多红坎的一个造型 那既然是coach品牌 哦 腕表品牌智友嘛 那一定在日常穿搭上 你会有到一些自己的小心思 或者一些小喜欢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 你平日里的一些小tips 其实像腕表 你会发现不同的表带的那个质感 它的那个它的材料 然后它其实是适合不同风格 甚至不同的心情 对 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是 手上自己是有像这种金属的 然后也有皮质的 所以比如说可能我想要稍微酷一点的时候 然后撒一点的时候 我会选择可能更金属材质的 哦 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的金属感 哦 就绽放出来 绽放出来对 然后如果是更就是可能有一点点甜 然后比较活力满满的那种 这种少女感一点呢 可能会独用一些皮质的 皮质的 对 这样子就是能够展现出自己温柔的那一面 嗯嗯 好 那其实我们前面我也为大家介绍到了 就是我们西林一直有可能佩戴的一些款式 那接下来几款表款 西林应该非常熟悉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 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小绿表 同样也是大家可以看到 西林有的海豹同款哦 没错 海豹同款 我好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对吧 对 那这一款确实海豹中的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非常的是这种少女感 少女感十足的 然后还有到这种甜蜜女神的一个样子 那迎面而来的就是这种非常俏皮和少女的一个夏日满满的一个活力的一个气息 那像现在一个夏日大家佩戴到这一款的话 也是非常彰显到自己一个个性的 而且它是经典的一个小表盘的一个设计 采用到的是天然的珍珠母背的一个表盘 所以每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 非常的复古清新又优雅 然后整体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表盘上用到 bling bling的水晶镶嵌代替掉了罗马数字 所以也是比较有到个性的 那其实我前面也了解了一下 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就是拍这一张海报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寒冷的冬季 那就非常的敬业 有没有当时的一些小趣事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对 其实我记得当时拍的时候 因为冷嘛 但是我穿的就是裙子 对 你可以看到我穿的是一个很 很有春夏感的那种裙子 然后但当时又很冷 所以就是拍完了以后 马上就是要裹上羽绒服 然后在拍的时候 就是为了就是让那种 头发有飘逸的感觉 很夏天的感觉 所以她又是 拿一下手表 因为前面有一位小伙伴说 她说绿色的组母绿的 会不会不称我的肤色 或者是对肤色很挑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款 哇 就我前面 我这个小黑皮也为大家试过了 其实真的很显腹白 大家可以看 来 干净的截屏 拿起你的手机 来 姐妹们 拿起你们的手机 可以截屏咯 好 那这一款 大家截完了对吧 OK了 好的 好 那这一款 其实在我们的 西林也是很辛苦 在大冬天 穿了一个小碎花裙 为大家拍的海报 那这一款 所以大家赶紧的给得起来 在二号链接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款 下一款 是我们的亚顿系列 好 那这一款呢 还有到很可爱的一个昵称 西林知不知道 他旁边的这个 对 哇 一看就是 读书非常好的人 我今天 我今天看秀就是 戴着他呢 哦 对对对 前面我们小伙伴也说了嘛 红毯 已经有一些小伙伴 看过你的红毯的照片了 对啊 然后直接就说 这一款这一款有没有 有啊 有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其实大家对于 前面有小伙伴说 如果是职场 我要日常佩戴 也是非常合适的一款 有气场 对 然后他整体的话 是非常圆润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更有到 逗趣的小CR的一个表冠 搭配到大家非常非常 呃 俏皮的 这一个数字的一个显示 所以就是在干练的一个气息上 又加了一分活泼俏皮 就犹如他的名字 小CR一样嘛 就自带C位 就今天我们的西林也在红毯上 C位出道这种感觉哦 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魅力时刻 那这一款的话呢 其实大家 呃 西林平时我日常穿搭的话 它会不会有到一些限制啊 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它 因为你看它从外表 整个表的这种很气场满满的感觉 嗯 甚至 然后再到它数字的俏皮感 所以你发现它其实是 它那个顺用性是很广泛 很百搭 就像如果大家上班通勤 或者是我日常休闲 或者是我要跟姐妹去喝个下午茶 都是可以佩戴的哦 都是可以佩戴的 这真的是打造自己的魅力时刻哦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下一款 下一款的话 下一款的话是我们的 也是海报同款 对地 好 让我来找一下这款海报 那这一款呢 也是用了我们的 coach的经典logo C 做了一个手镯式的表带哦 那可不可以采访一下西林 对于这款腕表的一个感觉 我我个人对复古的东西都非常的就是被吸引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手表它的这个复古感一下子 就让我觉得 就有没有想象到就是以前 那种童话故事里面那些 那种舞会 哦 那种感觉 这有 感觉置身于场景中了 对不对 一下子画面该有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配上那种小礼服啊 嗯 然后出席一些晚会 一些晚宴 我觉得一定会变成就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 对而且我看到这款海报 就跟我们前面的小绿表的海报风格不太一样了 那这一款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一张这一张海报就是女神范儿十足 那种预解范儿的一个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的各位小伙伴 如果比如说大家要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 或者是大家喜欢那种比较正式的一个感觉 可以选择到这一款哦 那除了哎 这一款的我们的一个像女神范儿的这种穿搭方式 像这款颜色 可以搭配什么颜色呢衣服 如果我们的有些小伙伴比如说 哎她不知道怎么样去搭配衣服的一个颜色 这种这种颜色我觉得 最最合适的就是像海报上面这个黑色 黑色永远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永远不会出错 对所以像我们的一些女生 比如说上班早上上班出门特辑 我没有时间去搭配到一个衣服 选择到黑色黑色西装不会出错 完全不会出错 而且它是一个珠宝扣的一个表带 作为一个配饰的 所以大家佩戴起来非常的方便 那手链式的呢 其实也非常适合现在的一个夏日进行到一个佩戴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款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这四款都是 好 那其实这一款的话呢 小明 它有个小明叫九九钻 就bling bling的很闪 非常的闪 闪耀 对 那我们司令对于这一款感觉如何 这种 这种闪耀就是 很像我在舞台上的那种闪耀的感觉嘛 对吧 就是 我感觉平时私下啊 什么 都出门什么的 都随便搭 我觉得 对 非常适合 而且这种就是 与其你 拿一个那种 bling bling的手链 嗯 这个 不好吗 它不香吗 它不香吗 我觉得它更香呢 对 而且这一款就是 我觉得女生都喜欢有到一种bling bling的一个饰品 对 在手上 那这一款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表圈以及表带 它都是有到bling bling的水晶的一个镶嵌的 宛如这种满天心凝聚在万间的一个感觉 而且为大家优雅 缔造了一点丝滑的 奢华的感觉在里面 对 非常有到一种这种利落的一个感觉 那并且呢 这种简约的双针的一个表盘 在大家日常的通情中 看时间也是非常的一目了然的 所以竟在掌握之中 那我们也有小伙伴在问 呃 也有小伙伴在问 就是我们西林平时 穿喜欢那种bling bling的一些私服吗 私服 我就是喜欢在可能看起来比较平的一些衣服上面 加那种有bling bling的那种点缀啊 从首饰上面就给自己加bling bling的东西 大家小本本拿出来了 因为其实不一定你全身都要穿的bling bling 其实你可以在一些小食品 或者是一些手表 或者是你的一些小穿搭上面 有到一些bling bling做一个点缀 那这样子非常有到一个点金之笔啊 谢谢 好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西林对于造型 都很有到自己的一个想法 也分享了大家一些小tips给到我们 大家小本本功课有没有做好 那屏幕前的颗粒们大家学会了没有 如果想要和西林一样可甜可撒 在平日生活中展现出自己的个性的话 就赶快来get到我们的西林同款 那聊回我们的话题中啊 上一个轮回是给西林一些穿搭的小提问 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是要考验到 你的一些速度和反应能力了 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接下来接下来是快问快答 敢不敢挑战 可以 好 大家准备一下啊我要开始请听题 那一是8G网影冲浪少女还是2G断网少女 25G 好 那觉得自己的粉丝是妈妈粉多还是事业粉多 她们自称妈妈粉多 但是我认为她们都是披着妈妈粉的皮 原来如此 还有到就是下一个酷女孩还是sweetgirl 酷女孩 好的 自律腹肌还是宵夜火锅 自律啊肯定要有腹肌的 哎 跟你坐在旁边对比我就知道我是一个选宵夜火锅的人 好 那是选择外卖还是自己做饭 我想自己做但是就是有时候懒吧 可能就是会选择外卖 哦 好那之后的作品想要挑战rap吗 嗯这个要看缘分我觉得 嗯就说不定突然哪天缘分来了就有可能挑战了 知道粉丝给你的一些标签吗 比较喜欢哪一个 他们都说我是小孩子 但是 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成熟知性 然后就是 对吧 对 这样子一个女生 对没错先给自己肯定 对 我不是小小孩子 我已经长大了 哦 还有称你为公主的啊公主的 嗯 好那用用一种乐器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 乐器形容自己 我可能是个断了弦的吉他 因为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歌 哦 主要就是断了弦的吉他也能也能弹 但是可能就是缺点啥 还在一直需要就是把它修复变得越来越完美 但是呃我觉得断了弦的吉他只还有他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韵味在里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去品一品 去品 独特的美在里面哦 呃更喜欢综艺还是演戏 嗯 反正我没试过演戏 所以暂时来讲的话 综艺吧 哈哈 就呃另外一个还没有尝试过 没有尝试过也不知道 没有尝试过我也不知道 对 这个领子花的满领的 好 那果然非常是我呃 呃果然是跟我们非常可甜可酷的摆变 爱的西林哦 拒绝到千篇一律也是非常的百变的一个性格 总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个惊喜哦 那直播前其实也有很多的粉丝宝宝在我们的coach的一个万表期间店给你留言了 那其实我们也请西林翻牌到两位幸运的颗粒的留言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究竟是哪两位幸运儿呢 请西林读一下他们的ID哦 因为感觉就有自己被清点的那种感觉 哦 这个是来自 Jaja 就是用DHA ZHA拼出来的 Jaja 小太阳啊 他问的是 西林写MIRROR的灵感来自哪里呢 其实他的灵感 我的歌的灵感都是很碎的 都是可能是当下的某一个想法 或者是看到的某一个景色 或者是听闻的某一个事件 然后就一下子有了某个歌词和旋律在脑海里面 其实就是有可能突然的感觉到 或者是我车窗外路过哪些风景突然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的小伙伴就一直在cue嘛 就能不能稍微的请你轻唱两句 那当然可以了 今天给大家唱两句MIRROR 大家手机录屏准备一下啊 准备一下 想对自己说我要的并不多 可为什么学院的时候双手一定要紧握 这是你的紧握 不会赴糖到火 一路奔向生命的尽头 看到镜子里的我 也在向我呼救 哦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天老爷 来 给我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真的 各位小伙伴 我听得鸡皮疙瘩起来了 有种瞬间想下班的冲动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 有一些小伙伴没有来得及录屏的 没有关系 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可以看回放 好 那还有到第二位的幸运儿 对 这位就是薄荷如冰0212 她说 西林是我的女神 阳光正能量 永远给你打call 哇 这位小伙伴 谢谢你 这位小伙伴就是感觉 就为你支持 她也没有什么诉求 就是支持你支持到底的这种感觉 那也恭喜这两位幸运的粉丝 可以送出我们西林亲笔贴名的明信片哦 那这两位小伙伴 记得明天也是同样的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 也非常谢谢西林这么提心的鼓励 相信我们直播间的一些颗粒小伙伴 都收到这一份温暖了 那最近刚刚发行的一个GEP 阿牧西林嘛 也是给粉丝比较大的一个惊喜 相信我们直播间的颗粒宝宝们 早已经单曲循环开始了 哦不应该是双曲循环开始了 那最后其实在我们的西林在直播间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直播间 那么多喜欢你的一个颗粒宝宝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其实就是感谢大家来来看今天的直播 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扣出万表直播间 跟大家见面 然后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嗯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接下来的作品啊还有舞台 然后刚好最近要高考了嘛 所以也是希望高考生们可以加油努力 然后考上自己的理想学校 嗯那我各位小伙伴有没有收到祝福 高考有没有动力了感觉打了一针强心机 对对好的 那我们呢也谢谢今天西林光临和分享 那我们的各位小伙伴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 那西林到这里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舍不得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收到了对吧 跟大家说一下 欢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 那我们的西林来跟大家说一下道个别吧 对就是很开心可以来这里 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更多更多跟大家这样子见面的机会 嗯那么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西林 也期待西林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 各位小伙伴也记得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回来直播继续进行中 大家不要走哦 拜拜 拜拜